好在这边呢 我们要讨论pt3的那个for one chapter 7的Linear Equality of Partial so 我们的这个呢 它的x呢 是在这两个之间 然后它黑点就有等于 黑点就有等于 没有黑点就没有等于 所以 这个呢 它是属于 这个了 然后 这个两边都有黑点 两边都有等于 两边都没有黑点 两边都没有等于 好 就是这样 然后接着在这一边 它要我们选pqr represent the number line 所以 这个它是x之间 然后 它有黑点有等于 有黑点有等于 所以 我们在这一边 两个都没有等于的是 这个q 然后 这一边有等于的 这个是p 这边有等于的 这个是r 所以它是qpr 好 接着 这一边 这一边 它的 这个也是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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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黑点 没有等于 有黑点 有等于 有黑点 有等于 所以 都没有等于的 这个是h 这一边有等于的 这个是f 这一边 前面有等于的 这个是g 然后 f f g 好 在这一边 这一边 它 true 或 force 所以 在这一边 它是减 没有包括减2 ok 在这一边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一边 它没有黑 这个 它没有等于 所以 它应该是白点 所以 这个地方错了 ok 所以 这个是 force 然后 它要我们 10个有 answer 所以 这个是 force ok 所以 这个是 force 有等于 有黑点 没有等于 白点 所以 这个是 true 减4 跟 2 之间 减7 跟减3 之间 两个都有黑点 然后 两个都有等于 所以 这个是 true 的 ok 这一个呢 其实 它是在减2 跟 5 之间 有包括减2 没有包括5 ok 好 在这一边 Ali plan to hold a motivation seminar registation fee per participant 是8块钱 然后 它在这一边 它问 呃 这些是它的开支 然后 what is the minimum number of participant register for the seminar so that Ali can make a profit so 这一题呢 它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是怎样呢 就是说 我在这一边 啊 我的那个 cost 呢 我 total cost 呢 是 那一个 450 加 800 所以 它 1250 是我要给的 然后 它每一个人来的时候 给我8元 然后 我这一边 profit per person 的情况之下呢 per 那个 participant 呢 就是说 每一个 participant 来的时候 它给8块钱 我要给3块钱 我要 print material 3块钱 我赚5块钱 所以 在这一边 我的 1250 除以5的情况之下 我在这一边 1250 除5 我拿到的是 250 250 的情况之下呢 它还没有赚钱哦 它都刚刚好没有赚没有亏哦 所以 它这一边 它要的是 250 亿人 ok 好 这一个呢 是属于 我们用 chapter 1 的做法 现在 我要用 chapter 7 的做法 来做这一题 ok so 我的这一个 每一个人来 so 我这边有 x 个 participant 我每一个人来的时候 它给我 8x 元 然后 我要 扣掉它 printed material 3x 元 然后 这样的 需要多过 450 加 800 就是这样 我收到的钱 扣掉 print 每个人的钱 需要多过 那一个固定的费用 450 跟 800 所以 我的 5x 会大过 1250 我的 x 大过 1250 除5 so 我 x 大过 250 所以 我的 x 等于 251 就是这样 好 接着 BIP 租一个档口来卖 cake 然后 它的每个月的租金是500块 他做一片 cake 需要给5块钱 然后 呃 它卖10块钱 然后 它可以 make a profit 所以 所以 你在心里想啊 这个 我们也是第一种方法 我用 那个 chapter 1 的方法 ok 我的固定的 cost 呢 是500元 ok 然后 我的 那个 一盒 是多少钱呢 我一盒赚多少钱 我一盒赚的 就是 呃 那一个 10块钱-5块钱 也就是5块钱 so 我每盒赚5块钱 所以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需要卖几盒 500除5 我需要卖100盒 然后 我要赚钱的情况之下呢 我需要的是101盒 这样 我才有赚 然后 我用第二种方法 也是 chapter 7 的方法 然后 我在这一边 它叫 my xbox 他每卖一盒 他赚10 他拿到的钱是10x 减掉他的 cost 是5x 他必须多过 他的固定的 cost 这个500 所以 我的 5x 要大过500 我的 x 要大过500 除5 所以 我的 x 要大过100 所以 我的 x 等于101盒 所以 我的 x 是101盒 好 好 接着 在这一边 adam 的 那一个 basic salary 是千八 然后 他要做 ot 才能够负担他的生活费 他 ot 是一小时时 4块 然后 他要做 的 多少小时 这样 他才能够有多过2000亿 所以 你的心理想 我的 2000亿 减掉千八 就 300 我的这个 300 除以14的时候 我在这一边 300除14 我拿到的是21.43 21.43 所以 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需要22个小时 然后 我们在这一边 用 chapter 7 的方法的时候 他是 x hours of ot 然后 他的 ot 的钱 是 14 x 是 ot 的钱 加上 basic 加上 basic 千八 要大过 2100 所以 我的 14 x 要大过 2000亿 减千八 所以 我的 14 x 要大过 300 我的 x 要大过 300 我的 x 要大过 300 除14 所以 我的 x 要大过 21.43 所以 我的 x 等于 所以 他在这一边 所以 他在这一边 他就是 22小时的 ot 好 就是这样 好 在这一边 他有两艘船 ok 然后 他的长度 397米 然后 这个 342米 所以 我的 这个 p 会大过 m 啊 因为 我的 这个 397 大过 342 ok 然后 接着 在这一边 他是 x 跟 y 他说 就是说 他的 那个 传言 so 我的 x 呢 可以是 25 到 45 之间 y 是 18 到 40 之间 然后 最多可以有多少 所以 我的 m 呢 我的 m 呢 是 29 20 然后 39 40 所以 最多的情况之下呢 是 44 跟 40 所以 我在这一边呢 情况之下 是 呃 maximum number of crew for each ship 所以 在这一边 maximum for m 呢 是 44 maximum for 那个 p 呢 是 40 好 好 在这一边 他有 root from 到 p 到 q by bus and by train so 做 bus 的是 这个 虚线 做 train 的是 实现 ok 然后 大过小过 to complete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so the distance from supermarket to 到 q ok supermarket to 到 q supermarket to 到 q 在这一边 来 我们看一下 supermarket to 到 q supermarket 是 呃 多少啊 来 我们看一下 supermarket to 到 q super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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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tau q 11 km 这个是 11 km 然后 shortered distance from park to the school 然后 park to the school 最短的距离是 10 这个是10 km 所以 这个是大过这个 11 大过10 好 然后 distance from town p to the supermarket p 去 supermarket 这个是7 km distance from the park to town q park to town q 他用train the root train the root 是这个 10加3 等于 13 km 所以 我的7 km 跟13 km 的情况之下 肯定是 7 km 小过13 km distance from town p to town q town p to town q 7 加11 我从这边走的时候 pcq的时候 他是 呃 by bus 的情况之下 他是7 加11 18 km 然后 town p to town q 的情况之下 by train 的情况之下 他是 9加10加3 9加10 所以是22 km 所以他怎样都好 都是大过15 km 好 就是这样 在这一边 他要我们用小过大过 大过等于和小过等于 来 for 这一个 他说他 这一个 uhd的牛奶呢 他 可以到达maximum value maximum value 的话呢 就是他可以到200 ok 他可能就199ml ok 然后他200ml 也是可以 可是他201ml的时候呢 他就超过了 不可以了 所以他这个是小过等于200 然后 这一个拍卖的情况之下呢 ok 他 这一个拍卖5万块 so 有一个人一开始就讲5万 然后接着没有人喊价的情况之下 他就以5万块卖出去 所以他这一个是大过或等于5万 可是有人跟他喊了5万1 5万2 然后6万7万他就会大过 ok 所以大过等于 然后speed limit呢 就是他的那个速度 so你在这一边你的那个speed 如果等于 呃59的话 你会被炒牌吗 不会 你的speed等于60的时候 会被炒牌吗 不会 所以 所以是你的speed等于61的时候呢 啊 完蛋了 你会被炒牌了 所以这一个呢 我的speed呢 要小过或等于60 ok 小过等于60 好 接着我们看pt32017的这一题 他要我们list all the integer value of the x satisfied 这一个 这一题呢 他有两种做法 ok 比较简单的做法是这样 ok 比较安全的做法是这样 -1小过等于1加2x 然后1加2x小过5 所以我把这一个绑过去 我就有-1-1小过等于2x -2小过等于2x -2除2小过等于x -1小过等于x 所以我x大过等于-1 x大过等于-0 然后我把我的1绑过来 所以我的2x小过5-1 所以我的2x小过5-1 我2x小过4 我的x小过4除2 我x小过2 所以在这一边 我的这一个呢 它是1和2 它是1和2 它大过等于1 然后它小过2 所以我的x是在1跟2之间 它有包括1没有包括2 所以我的这一个它的x呢 就会是等于1而已哦 ok 他x等下 刚刚这边我有写错啊 这个是-1-1 -1 所以-1 0-1 ok-101 在这边 然后他另一种做法是怎样呢 在这一边呢 时候 我要中间剩x而已 所以我要把这个1弄不见 我减1减1减1 它会变成减2 小过等于2x 小过10 然后我要中间剩x而已 我全部一起除2 所以我就有negative1 小过等于x 小过2 所以在这一边 我的这一个呢 它是减1跟2之间 然后它包括减1 然后不包括2 所以这一个是它答案 所有的x 会是等于 那个减1 0 1 没有包括2 ok 在这一边减1 0 1 然后它也包括减1 好 好 接着在这一边 它要list all the integer value for这一个 所以同样的 我们两种做法 都一起来做一下 所以我这一边 前面一个 后面一个 减5小过等于2 2x 减3 减5 没有 这一个接着是2x 减3 小过1 减5加3 小过等于2x 减2 小过等于2x 减2除2 小过等于x 减1小过等于x 所以x大过等于减1 然后2x小过1加3 然后2x小过4 x小过4除2 x小过2 然后在这一边我们有这一个减1和2 它大过等于减1 它小过2 所以我的x是在减1跟2之间 包括减1不包括2 ok 所以我的x等于减1 01 ok x等于减1 01 好 然后这一边 我要把减3弄不见 我就加3 全部一起加3 加3 减3加3没有 剩2x 1加3 4 减5加3 减2 然后接着我要把2弄不见 我除2 所以我就有减1小过等于x小过2 所以在这一边我画它的那个数目线的时候 我就有减1跟2 然后有包括减1 没有包括2 所以我的x呢是减101 ok 在这一边减101 好 接着在这一边还有我们list这一个 这一题也是跟上面的那几题一样 所以我在这一边还有这一边 减2小过等于3x加1 3x加1小过10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把这个翻过来 所以就减2减1小过等于3x 减3小过等于3x 减3除3小过等于x 减1小过等于x 所以我的x大过等于减1 然后我的3x小过等于3 然后我的3x小过等于10减1 3x小过9 x小过9除3 然后x小过3 然后在这一边我们有这一个 减1跟3 它大过等于减1小过3 所以我的x呢是在减1跟3之间 包括减1不包括3 所以x等于减1 012 减1 012 so这一题我们把1弄不见 所以它变成减3小过3x小过9 接着我在这一边 我要让它剩下x而已 我全部一起出3 所以我就有减1小过等于x小过3 so这一个如果我们画它的那个数目线出来的话呢 它这一边就有减1跟3 包括减1不包括3 然后我的x是减1 012 就在这一边012这样 好 最后我们看pt32018的这一题 so在这一边 我把我的2除下去 x大过等于那个10除2 所以x大过等于5 我把4乘上去 x加1小过等于2乘4 所以x加1小过等于8 然后我的x小过等于8-1 so x小过等于7 好就是这样 so我在这一边 我把我的这个乘帮过来变除 除帮过来变成 然后加帮过去变减 就是这样而已 好这边我就把我能够收集到的pt3的pass 谢谢多了吗呢 谢谢观看